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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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为新 彼極的方位当主宿明 定乞照君 一心一意为女人 传受赌鱼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ieved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人厅信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修身是用料要新鮮 再來是落料要有省後 火後要控制 最好調味要優風 杜工的技術也影響口感 實在要切大切小 就衣可以一嘴吃熱氣 會大小為完整 要切絲讓才要切平 就要看主室是什麼 才來做決定 當時聽完現在換魚要表現了 魚餌一隻一隻魚 很近 很大魚 中魚獨製三塊 王妻看一個五王魚 這是在做什麼 太太說中魚獨製三塊 不僅近吃又近一年 我這樣做完全符合料理的觀察 料理界有一句話說 千均豆腐 萬均魚 也就是說 豆腐跟魚 都是無啥容易入味的食材 必須用中消費慢慢去 欣賣煮 才能從氣味煮入去食材來 王妻告訴中時的第一道菜 就是紅燒一隻魚 王妻對中時歲 一隻魚夠吃 但是經過高溫爭過的食材 魚骨跟魚池就會變得較爽脆 再經過長時間的協助 入水時魚池就不會用意 驚到難後 總是聽到王妻王妻這番水明 就將一隻魚 抠掉魚籃 蓋入中跟魚池 用水重生清潔之下 他不做理不休 就把一隻魚 獨作三塊 王妻說 好短短的一隻魚 為什麼要獨作三塊 這樣排出來根本就不好看 魚就是要保持整塊 有頭有尾 總是歲 我完全依照你所說的關係 想說 等我煮出來 你才來泡粉索壓還不滿 總是倒了 約一大碗的魚流去鍋裡 等到魚溫變關係 就將這隻魚 入鍋裡去炸 將魚炸到酥香脂香 放進來將魚離火炸 接著 把鍋裡的油倒出來 然後有些油在鍋裡 將新香了 等到鍋裡去炸香 然後倒一些醬油 將這隻魚放進鍋裡 加進一些水 稍微添微食材 最後 蓋上鍋子 將它吸入 主的過程中 不斷散發出香氣 王妻品到這個香氣 就開始冰淪水 只品到這個香氣 就已經是急割了 但要等到魚吃進水來 這兩輪生敗 總是聽到相當緊張 擔心這道菜會蓋給霧海氣 聽來的酒漸漸漸 鼻漸漸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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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漸 這道菜就在賣大公個性 總是在漸漸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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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漸 從漸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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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漸 從漸鼻漸鼻漸的頂鼻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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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ghts 往我漸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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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漸 ning它 immunization reduce taxation 運氣 拜託拜託,將魚都生了三天 每一個西夫做菜的手路都不一樣 一樣的一道菜,每家的比方也不一樣 料理出來的味道就不一樣 有人跟紅燒魚煮比較爽,這樣比較好配飯 也可以用魚的草芹味把它蓋掉 王妻跟他煮的第一道菜,是紅燒這個魚 王妻頂頂太太,做好紅燒的料理 實在可以有很多的變化 要換成牛肉、豬豬豬肉,都會迎接 但是如果要煮紅燒魚,魚一定要新鮮 也要整個月看起來比較慶祝 有一天,處女送一隻白鯊魚來 太太想要好好表現,就將白鯊魚煮成紅燒魚 吃飯的時候,王妻看到這棵紅燒白鯊魚 要穿也不是,要靠也不是 因為整隻白鯊魚煮到苦成一年長 真的是見面 總是所天然的紅燒白鯊魚 蓋味、火候都控制得非常好 新鮮料也靠在非常有夠 沒有半點魚糙味 特別是,那會記著,拿到蔥仔花 狗絲、辣椒絲做點養 為一粮紅燒不蓋的事 為什麽白鯊魚不切齁一塊一塊呢 總是鯊情嫌疏,在對紅燒睡 我完全尊教你這位美食家的定靈 實在,只要是魚 一定要魚吃一整個月 這白鯊魚這麼年長 不會魚吃一整個月,那真不容易 我真的小心濕濕,不敢再等魚 結果,將魚更做一口,入定去吃 果然,完好如初 你應該要學樂我這麼對 王妻聽完江西的便宜後 真是照顧都不是,不過唯一欣慰的事 菜的氣味也刻意入嘴 但,不得便通,這家室 較是量王妻最老金 王妻心想應該要夾到夾後夾後 幾行不一樣的菜式 只能量它倫番替我 在處之外,王妻還是想帶太太出去外面吃吃醋 看別人是怎麼在料理實物 王妻不斷跟總是如何拼上實物 也聽到這道菜是如何料理的 王妻睡在頭頭十度 總是快聽到麻頭無罪 王妻不斷會搖頭,安慰自己睡 尤其自家的太太沒有做菜的天分 明後的幾道家鄉菜已經是不錯了 不該再拯救太太的土地令優秀進步 趙王妻是玉鳳台地心病的玉獨下環導胎 在環間經過一種的力量 再度生天為神 除了為男人團修圖下以外 趙神那段千年的愛情故事也少人感動 政策的節目需要大家做回來推動 請侯次節目製作經費 發布的好買,順利利切順利利切順利 順利利切順利,順利利切順利 後面是風發解的金貝 王妻二十一歲娶婆 雖然現在是宿舍 但是總不會有一世人都是宿舍 應該要為將來打算 太太雖然不能做大菜 但是要煮兩個人的衣服 一定是沒問題 她要懇現在沒孩子 她要有時間人要讀書 繼續來救公民 將來才能讓這幾個人 過更好的生活 王妻每年都參加科技 但是都沒有扣到基因 太太的肚子一樣也都不同情 一萬年就過了二十八年了 王妻將近五十歲 她是沒有一人扳路 基因也都沒有扣到 心裡出生妞妞 不及將小孩送來王妻的家 才害她買五十歲了 她也不能做老伯 說來也奇怪 王妻一台月五十歲 那一天 這期立村剛才過 王妻的運氣 開始漸漸轉好 看起來王家 在要有貴殊人問了 王妻讓她在走路云霸 原本要放棄孤林的科技 但是這個立村一過 王妻青春被開了聰明 老金變在上當靈光 輸入也十分順順 當下就決定 最後一處參加孤林科技 如果真正扣不住 就完全放棄了 切住中十歲 尤其我們的名字 該入處 自聽醫公明 小孩無緣 好吧 就拚這最后一處 處逼電修宅 對王妻歲 任命吧 連輕時 就扣不掉孤林 現在已經是 拚拚的人路 基本不用再堅持 來一個最后一處 我看哪 兩頭都落空 你的頭也不要忘記什麼黑色母 也有做老闆的年頭也不要少少了 老闆也想要結束 真是七人歲萬歲 王妻根本不關電修宅的生言生氣 因為電修宅也一樣要去科技林 若是放棄了 就讓電修宅叫了班妻 王妻什麼也都要堅持下去 若這最后一處的科技科技 看幾人的科技就要搞了 王妻算算的也有十幾 剛好可以掛到科技 她是個別承諾中士 一路王生涉的方向去 王妻在樓上讀到電修宅 看到她的生病也緊一個書棟 電力也就是電修宅的師弟 電力雖然不滿理 但是頭腦相當機靈 近在電修宅的生病幫她打你一切 兩電修宅減輕不太負擔 電機看到電修宅的生病 我看你今年中下又要零六順三樓 王妻不太負擔 科技臨時自己的書 今有書棟 好無關聯 勇者完全看不太負擔 電修宅一歲 這你就不滿了 我們去參加科技 壓力就相當大了 也要排到行李 又要搭你自己的衣服 那有多疼啊 我這家學聰明了 出門兩日前 我問電力 趕快陪我去參加孤零科技 不想到她一口就答應了 現在我兩手空空相當輕鬆 行李全部由我的手提負擔 如果這樣去參加科技 才有機會金奔提名 你慢慢走 我先走一步 王妻心裡在想 我過去都看不到 是因為生活比沒有受動的關係 應該不可能 王妻馬上放棄這個臉頭 她感覺今年跟伊翁不一樣 心情特別輕鬆 王妻因為今年一定有好事要發生了 沒聽到聽說八了 看到我兩歲已經大了 這一次就讓我靠到基因 不管我們怎麼說 王妻是碰到必勝的心 一定要靠到基因 回去故鄉公眾搖走 電修材跟電魚 兩個人的心情很好 一路走來有說有笑 電魚不是說笑的 像電修材人和傻傻在一起 電魚說我希望在那裡 繼續保持我們的好心情 這樣到科技那一天 就可以輕鬆通過科技 如果是關於王妻雖材 雖然這是他最好一次的科技 但是很可惜 他回到我們主題會失敗 電修材以電力 提早了兩日 到了科技 兩人在生下來優先的社長 另外一頭王妻零然 拍到行李在關路 途中王妻來到了一間破廟 打算進去裡面休憩一下 王妻一腳看你不瞎 隔頭一看 大電所共鋒的主神文昌帝君 身上已經補完後庭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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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庭 會對文昌帝君睡 文昌帝君在上 大主王妻已經五十歲了 這一次是大主參加 孤零科技的最好一處 大主有相當大的信心 幾求文昌帝君領高保肥 兩萬如願科出孤零 若是科教的威 一頂班族請出名頭尾吃飯 好好慶祝一番 王妻協助新冠幾乎 便盼起行李 繼續到生涯方向前進 王妻達到有愉快的步伐 在科技的政治率來到了生涯 他找了一間離科教 就趕快的客棧帶了下來 趕快拿出書本做科政的創始 喝好一分一秒都非常頂尾 不敢欠他的浪費 嫁离 王妻一早就起床 經過洗洗幾乎 在客棧來買了一道饅頭 就快報王科教日本進去 客棧的政策一向 王妻已經安心坐在市場來 但台第二次政策 只是電修宅 風風丁丁丁入市場 我已經排送賓賓至賓台 第二次政策興起時 王妻就提出客棧開始作單 電力宅科教我十分淡心 听过电手材急急慢慢走入口中 不会影响到口齐的情绪呢 电手材的心情也没多听 也刚到后高侠来搅软 有一只高侠走进去厌台来 落他胞都搅拌了百贼 电脑大油大派的驾到 撒白的作答观传 电手材急急百败 想要过早到那儿 有惊讶宅案官就扒车去 不过早到那儿的乎 开始会影响作答的心情 永难之下 电手材决定先喝奶酥性 好好作答 电手材好不容易 打完了第一地 将案官放在一旁 开始下第二地时 这只高侠由开始移动 将高侠住了一家的跌台 说得奇怪 就停在那里一动也不动 电手材用本的方式 但高侠就是如如如不动 电手材一气之下 用那一大大理 当它变成了泰里 这一大 正经了市长来的可行 电手材被租客官经过 如果在一家违规 就要被车出科党 促销科技主角 杨基老人在在顺利下完三项科技团 电手材的科技团 刷后 高贴母家 赞台高 尽管 够几六点的五点 尤其是 加拙塞同一款 电手材 当然真相机 不用等到方法就知道结果了 因为 它严重影响科技的阶级 加上 又没有保持科技团的清晰 这两种严重的科技 就已经被靠掉一大半的分数了 想也知道 它哪有可能会进去呢 管理王基下的答案 每一桌地木 它都切掉主题 不认为境界有条例 它引用的生意和丁股 都很适当 这都很高的分数 十四天之后 红本团出来 生生的报备 买今早来通报好消息 王基无故乎 大家记望 今年将它靠到基因了 今天的故事 我们就说到这里 感谢你的收看 请继续收看 照王爷的故事 我们会再见 看精华听终点 一起来聊照王爷的故事 大家好 我是佩晨 将士把八样菜煮成一锅汤 让王基点上无光 他决定 要亲自下厨 向朋友赔罪 厦里界有一句话说 千滚豆腐万滚鱼 豆腐跟鱼都是不好入味的食材 要用中小火慢慢的煮才能入味 王基的第一道菜就是红烧鲫鱼 王基说鲫鱼有很多的刺 但是经过高温炸过之后 鱼骨和鱼刺都会变得酥酥脆脆 在经过长时间的烧煮 入口后鱼刺就不会伤到喉咙了 在王基的调教之下 妻子煮出来的红烧白蛋鱼 味道和火候都控制得很好 吃起来没有鱼腥味 王基还算满意 同时 王基也常常带着出去外面打牙剂 看看别人吃什么料理食物 王基不但教太太品尝各种食物 还说得头头是道 只不过妻子听得满头雾嘴 王基只好安慰自己 或许妻子没有做菜的天分吧 算了算了 王基认为自己必须要考取高明 才能让孩子过更好的生活 可能是王基再走老运吧 脑袋好像突然开了窍 变得很灵观 思绪也很畅通 他当下就决定 要去参加考试 王基告别了妻子 一路下 心情格外的轻松 虽然已经五十岁 但是 王基相信 喜神睿智一定会卷顾他 王基可是抱着毕审的决心 一定要考取举人 光耀门妹 考试前一天 王基来到一间破庙消息 他看到文昌帝君的身像 布满了蜘蛛网 立刻耳中袖子拆了一叉 然后 恭敬的对文昌帝君说 我已经五十岁了 这一次参加举人考试的最后一次 祈求文昌帝君能够保佑 让我如愿考取举人 我要是考上的话 一定会拌几桌韭菜 请亲朋好友好好吃一顿 庆祝一番 感谢您今天的收看 三分钟聊赵王爷 我们下次再见 三分钟聊赵王爷 organisations 人憲何在民間 故事政政代代團 好請將心愛保備 方向本尚電信尉 將心電信尉 安兵觀光尚改講義氣 義孫高齡是代德功 在新亞洲做著講廟 無知心有意甘得煩惱 維麵百風是相抵抗 百千過海天信頭 三千度做事告主 出門三改善萬物 造新亞 以向愛吃甜 你是傷心愛敗甜 兩笑五三郎兩鏡 無故相轉大閃攏的道 彈身實著真好合 青酒白鴨又不會生辣 三太主你路車 騎風飛龍以向改善 米露浮度大大 望我給什麼都不吃 先風雅 先露蓋生花 做好做賣以向在野 旅遊玩家 將來 先風雅 先露蓋生花 一會兒 再美紅 有起白鴨 有起白鴨 沒有起白鴨 有起白鴨 你做賣以向著 在野 安兵 你全可以 你身懷懷 做人要生世 風格吻湯標心來做牌 腳踏實地竟很親愛無敵 讓你無法保留 吃打你